我是小廚神2的最後兩強 經歷過六集不同形式的廚藝比試 包括自選菜式、亞洲美食 和農莊自選材料等等 小廚神的烹飪技巧、創意 和團隊合作性都接受過嚴重的考驗 由第一集十八位淘汰到今集兩位 他們的烹飪技巧和熱誠都得到高度評價 今集兩位小廚神將會接受終極考驗 競逐冠軍寶座 今集是我是小廚神2的押燭一集 冠軍和亞軍將會在這個廚房誕生 在過去的六集這麼多位小廚神 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考驗 當中有血有寒、有笑有淚 人數越來越少 但他們學到的東西越來越多 我們作為主持 而我更是爸爸 看到他們一日比一日成長 我覺得很感恩 而這兩位小廚神 他們的廚藝和一壞 他們的熱誠都毋勇之異 而水長可以說是幾乎一模一樣 所以今天到底誰贏誰輸 完全是看他們的臨場表現和心理質素 這個時間有請兩位最後的參賽者出場 首先有笑容永遠都這麼甜美的Selena 大二門Selena在第一集的黑白胡椒蝦已經寄驚四座 站在這裡都聞到一個香味 我覺得這個蝦很美味 隨後的家鄉薯仔餅和森巴煎魚拌加多加多 更加呈現出地道印尼風味 而且你這個菜令人很想繼續吃 很開胃 很開胃 這個節目最開心就是可以認識很多好朋友 還有可以令我的廚藝煮食煮得更加好 她炮製的千層麵和煎鴨胸 亦都顯出她多樣化的烹飪技巧 點鴨胸是非常濃厚的味道出來的 非常開胃 Selena你真是跳出自己的框框我很開心 大二門Selena一直穩佔頭三甲的位置 成績有目共睹 恭喜你 Selena Selena 恭喜你 Selena 你可以進級 恭喜你 Selena 雖然今天心情沒有那麼緊張 但也希望在最後一次裡面 可以煮到一些又美又好吃的東西給大家 大家都開心 Selena臉上永遠掛著甜美的少傭 待人有禮 希望她今天會全力以赴做到一百分 我今天一定會盡力煮好她 那 加油 Selena 希望你今天會有好的成績 接著下來另一位 給網友給很多觀眾 都去做大佬Kid的 阿Kid 男生頭的阿Kid 個性爽朗 化人化羽 是否想到我想小廚神呢 首輪的芝士煙肉焗螺絲粉 成績未見得出 可以下一點點 我覺得淡一點 其後的泰式青胡椒蝦 以及在農場炮製的東波茄子 質素漸趨穩定 沒錯 就是做到這個效果 很厲害 最開心嗎 發現自己全是有進步 以及認識很多不同的朋友 之後的紅咖哩菠蘿鴨 和牛扒三文治 更獲評判高度評價 最精彩的時候 你用貴的食材 很容易做到好的食材 大概是用一個80元 有成塊麵 大過一塊麵的牛扒 做出來 但事情仍然很好吃 他最突出的地方 是善於你用平凡食材 煮出大師級味道 簡單就是你 我飯頸 今天那些鴨還要不要這樣 你拿去就燒東西 希望他今天不要好戲這樣做 因為我都會盡力去贏這個比賽 就當挑戰一下吧 如果真的覺得很好 要怎樣 加油 努力 越戰越勇的阿Kid 不知道今天又有沒有把握呢 歡迎兩位 今天要進成發揮你們的廚藝 現在也有請我們三位 今天專業的評判 楊國基、Billy 世界廚師協會認可評判 入行35年 曾多次擔任飲食比賽評判 麥杰兒Kid 愛好美女廚神 有當年食譜創作 及食物造型設計經驗 陳國強 升級名廚 善用現代手法 包裝傳統菜式 歡迎三位 我們今天是最後一集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位 壓熟的嘉賓評判 這位朋友在飲食界 可以說是舉足輕重 作為飲食節目的主持 更加我們兩個是前輩 我們有請 黃淑儀小姐 主持者 黃淑儀小姐 黃淑儀小姐 Selene 都是努力加油 Kid呢 對蜜儀為 那兩位有信心嗎 有 有信心就好 今集是我們 我是小廚神儀的終極一集 你們都會接受終極的考驗 兩位要各自煮一個 有三道菜式的Full Course 包括有前菜或者湯 有主菜和甜品 成績最好的就是冠軍 而另一位呢 就會是我是小廚神儀的雅君 兩位呢 除了可以得到豐富的 獎金和獎品之外呢 更加可以得到 博師創意送出 24K道金獎座 兩位應該已經準備好 今天的菜單 要煮好的食物 首先要有新鮮的食材 兩位準備出發去買材料 我今天會煮的前菜 就是一個附庸蟹肉羹 然後煮菜 就是松露獅子頭 然後甜品就是桂花酒羊丸子 我煮的這三道菜 是屬於華洋菜式 因為我覺得華洋菜式 在中菜裡面 是比較精緻和漂亮一點 所以我就選這三道菜 我今天選華洋菜 就是因為我不擅長煮西餐 所以我就想用中菜來比賽 在中菜裡面比較特別一點 還有比較精緻的就是華洋菜 所以我就選了它來參賽 今天的心情都沒有上幾次那麼緊張 因為都到最後很開心 都可以是一個好像 就是友誼比賽 輸贏都可以 就是不知道看得那麼重 今天煮的菜有三道 前菜就是豐酥大指 就是焗完一隻酥皮大指 而煮菜就是 撥酒慢煮牛腊骨 而甜品就是蘋果甘寶 然後煮這幾道菜 因為比較小吃 首先前菜會比較開胃 因為有些菜 你吃完之後就會覺得很開胃 然後再吃牛腊 就會變得鹹 還有比較重味 然後最後就吃甜品 跟它甜甜的去中和 但只要吃的是很開心的船 沒有所謂 其實從上一集都看到 我已經有點不緊張 因為都走到這步 有什麼好處的 看到兩位參賽者 竟然買好你們的食材 亦都已經準備好在桌面上 一場的大戰即將展開 而大會亦安排了兩位美女姐姐 去承認她的手 包括以後的精雲 去幫Selena 而Lucy去幫Kid 謝謝兩位 兩位小廚神 終極之戰即將開始 你們有三個小時 完成三度的菜式 完成的時候舉手示意 準備了 3 2 1 開始 Kid 優點 嘩 很開朗 很風趣 你見到她這個小朋友 是無憂無慮的 當然她在玩過程中 很享受這個烹調 但在一個認真的比賽中 其實要多放一點心 出來的效果會更加好些 我覺得她最初 好像萬筆驚心 但是後來發覺到她一路一路 去到每一集的時候 在整個過程中 你會看到她有一些轉變 Selena 很甜蜜 很美女 她每次都掛著一個很甜美的笑容 很得每一個人的歡心 好像也是頭幾集 給我的感覺 她煮印尼賽很厲害 直至有一集 我也聽到Delise說 她開始跳出框框的時候 我覺得她是真的有進步的 我覺得她給了很多心機去做 今天來到決賽 我始終都覺得她們臨場發揮是很重要的 兩個都是 不要那麼緊張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的心裡 喜不喜歡去煮東西吃 稍後回來 我是小廚神二終極之戰 正式開始 千萬不要走開 為什麼要做這個 你最擅長的中菜 因為藍芽來好吃 Selena 你當是陳師傅 一下子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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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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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髮 吃飽 吃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